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Yu Jianming is nothing if not versatile. He readily transitions from art teacher and performance agent to art collector and now architectural restorer. When Yu Villa stands as his masterpiece. To say,嗨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正好看到了 冯继才先生对传统建筑保护的一个理念 我认为非常好 也是四个字 修有旧如初 就是他认为很多的传统建筑 原有的建筑 它有它的辉煌 从我个人而言 我来保护这个建筑 就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更多人看到它明代英语的状态的样子 这些是这是一 adm弟继的历史 在这些地方表现明不同类传的演出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古典的历史 还有一些这些木材 之后是显示传出的一种历史 是这种地区也是一种的样子 看看这些屋下 ear的几句是一种古典的工具 但在这里有个气息 这些 Poké就是一个特化的特化 是用的,而且是一種現代的技術 所以這就是一種一種藝術的 各種藝術的各種藝術的知識 所以當你進入 你會看到各種藝術的一種藝術 各種藝術的一種藝術 劉老師,我們現在要去外面,對吧? 沒有,這是文藝堂的老院子 對面是一個當代廢墟的空間 讓你感受一下不一樣的氣質的空間 這是一個偏現代化的一個空間 對,我們做了一個咖啡空間 最初沒有名字 但是後來我們在改造空間的時候 發現拆除的時候留下了這一片老牆皮 這就是老牆 對,這就是整個留下了廢墟的感覺 所以這個空間就叫廢墟咖啡 這棟房子四周都是有建築物 窗戶的採光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只有用頂彩光 頂彩光 對,怎麼講啊 這個,這是三樓的那個天光 這是打到二樓 一直到一樓的咖啡吧的吧台 這也是暗合了揮州的建築理念 四水歸塘 這個這道天你是既收水又收光 其實我非常喜歡一種狀態 就是讓生活藝術化 讓藝術生活化 其實收藏藝術生活 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 在一起 所以說做文藝堂 其實從某種角度來看 其實它冥冥之中有一種暗合 大山水 大人文 這樣一個沉托和背景下面 都是互相加分的 對,它就是更精彩 其實它不光是自然的 就是揮州更多的人文 其實每個村子 每個宅子 它裡面都有它 這個綿延不斷流傳的故事 而且這些故事都是很動人 對,它就像一個人脈和文脈一樣 一直延續到今天 但非常迷人 各位先生,最後剪輯 對,它不太好 90% 90%? 對 90% 快一點點 OK 這真是一個經驗 你知不知道 在這座的座椅上 然後看上去 你看這些漂亮的木材 和木材圖 這個小城市 遺族 一家風暢 是一個古典 casa 和生活 纖竅 的 兩家風暢 一家風暢 一家風暢 紙 在那些風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